画面上是基隆市公测会举办的六堵科技园区厂商座谈会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带领局处首长与厂商代表面对面座谈 各家厂商踊跃提案进行讨论 包括科技园区的环境整洁 以及如何打造便利交通 以利六堵科技园区招募就业人才等问题 市府各局处都现场立即答复并列案追踪管理 六堵科技园区厂商协进会表示相当肯定 我想六堵科技园区的厂商的规模 都是中型以上的规模 所以在整个的就业的需求 其实是还是部分厂商有这个缺工的现象 所以我们也都非常的积极在招募 从白领阶级跟我们的基层的员工 这个都是我们的需求 那也希望市府团队给我们固定举办 这个招募员工的大会 这个是我们可以多来举办 那也很感谢市政府团队 也非常的积极 很热情的来跟我们对应 目前还有一些 在我们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 后续的交办事项 那市政府团队 那秘书长也答应 他会持续的跟催 所以我们六堵科技园区的厂商都一致非常谢谢 这个市府团队 尤其在六堵科技园区这一块 我们会跟这个厂商做密切的这个沟通协调 了解未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不仅是短期 我们针对中长期整个的科技园区的一个规划 我们该怎么做 让厂商在这个地方 他能够安心的在这个地方 去做这个生产服务的工作 所以我们从中长期 我们也要提出我们的一些方案 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工作的愉快 然后当然也能够创造我们基隆的就业机会 而为了加速工业区更新 市府也欢迎厂商踊跃提出工业区立体化的申请 将采专案处理 对于立体化工业区立体化的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来申请赶快来申请 不可能有超过所谓的一年以上 一定会加速大家 不行也会跟大家讲 为何不行赶快补件 对赶快补件 因为现在这个窗口就是这个刘本案师 他有在督导 而且他有列管 像昨天他在追踪大火轮的案子 我们昨天也是忙到很晚 把那个案子就会请建造了 所以今天包含像我们的都设计科的科长 成科长 然后建管科的科长 高科长 其实我都有请他们来 让他们了解这个厂商 跟针对这些案件的期待 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针对这个 其实都会来专案来处理 那尤其市长很重视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退就业 所以两个工业区的这些开发 是我们很重视的部分 所以都也欢迎说 未来六都工业区 市长当然也都特别 应该都有传讯息给每一个主管 就是要再一次呼吁 希望大家六都工业区 鼓励大家来做立体化更新 然后我们跟厂罚处会来协助 不管前端的立体化申请 后端的督审跟建造实造 这个我们都会一条边来审查 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强调 市长谢国良很重视基隆的就业环境 将在北五都六都七都等区域的基隆河谷廊带 规划产业基地 希望跟六都科技园区厂商携手 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活络园区产值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